为落实近邻策略推动花莲县政府举办产观学温室气体盘查种子训练 参加单位包括了花莲县政府各局处花莲境内三大厂 800KW以上用电单位还有高中职学校等 邀请到南华大学永续绿色科技主任洪耀明担任讲师 为温室气体种子打造基本计算认知课程 县长薛正卫也出席聆听 期许透过种子训练 使产观学都能够为环境来努力 气候变迁所造成的气候危机已经恶然成为现今最重要的环境议题 如何透过社会与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 让台湾能够在适应气候以及危机所造成的影响非常重要 西兰学会表示碳管理基本概念就是量碳 如同减重计划事先要先量体重 透过碳盘查才能够了解自己的排放量 数量大小和分布的状况 去听洪教授的演讲 对于永续的推动 其实真的因为是在故事端 而且南华大学已经行之有名 那也得到了全国的这个肯定 所以当时我已经在南华大学听到 洪教授在分享他们在实践的过程 以及落实 还有面对很多的中央政府或法令还没有立定的时候 他们的依据的标准是什么 如何自我先去跟进世界的这个案例 然后放在南华大学的实践 所以我们在多次特别邀请洪耀宁教授来到花莲 来跟大家一起协力 让花莲县如何往进行摊牌 永续的路上能够更顺遂 这次课程除了温室气体盘查基础概念 以及流程 产品探除及基础认知之外 将强化盘查及计算实物的做法 以及实物案例等说明 现在许正会取取训课程能够强化 进行排放的行动 稳健专责单位以及种子人员 温室气体管理能力 幸福未来也会持续办理相关课程 建立长期一致的目标和方向 以及具体的录制政策 接着终于华小伯导